我们事故已迟,我们就进入第一道问题 第一道问题就是 支持你做下去的动力是什么? 不要给我关枪的回答哦 OK好,我想要让大家知道的话 就是其实比起前线的医疗人员 我们不需要冒这么大的风险 可是小风险呢,其实也是难免的 所以非常有一些家庭 有一些父母就会反对 所以我很庆幸的就是我在 我的家庭是没有反对 因为我从事这一个大众传播的 OK,那什么原因让你坚持到 嗯,记者 OK好,就好像我刚才说的 我觉得非常感谢家人没有拒绝我的 这个小小的愿望 就是当一个电视记者 或许人家都会觉得 电视记者其实是一个持力不讨好的工作 薪水呢,也没有工程师起薪那么高 可能工程师,可以坦白说 工程师每年都会有起薪 可是我们电视记者呢,其实没有每年都起薪了 能走多远我就会走多远 然后我,因为我本身是教员主播嘛 那么之前我去面试教员主播的时候 嗯,陈家荣老师有问过我一句话 为什么你觉得你想要以后想要从事电视媒体这个行业 然后我就跟他们讲说 因为我本身是槟城人 然后如果要在电视台工作的话 我就必须来到首都吉隆坡 然后如果从事了这个电视新闻 然后有一天我在电视上出现的话 我的家人,我的远方的亲戚就会知道 哎,其实我过得很好 然后要他们不要担心 然后那时候是我最真实的想法 那其实我想不到的呢 就是陈家荣老师 他那时候也是说 这也是他当上这个电视新闻主播 最小的一个心愿 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时候去面试的时候 回答不需要太复杂 或者是太 嗯,要用你的装饰你的言语 其实最内心最真实的想法 可能就是让那个面试里的人 最感触良多的地方 好,那我们来看是就是 好的事情是什么啊 其实就当电视新闻记者呢 你可以认识到很多很多很多人 就是因为我们电视新闻记者 我们是没有局限在你要采访什么样的新闻 所以我们都会有动 都会有接触到经济,财经,政治 所以在这一段采访的时候呢 我们是会有认识到政治人物啊 那其实我们是有机会近距离的这个 跟政治人物啊 谈论一些事情啊 然后跟一些商人啊 然后一些经济学家 一些经济专家去讨论 然后去专访 我觉得那个过程呢 是让你可以收获很多不一样的知识 就是你去一份工 你就能学到很多不一样的事情 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当记者 当媒体好的事情 因为你不断每天都增进自己的这个脑袋里面的知识 那以后呢 你再跟你的子子孙孙去谈谈的时候 也可以了解 其实以前阿嬷啊 以前的时候啊 是怎样讲过出来的 其实男的事情也有很多 可是如果当你是overcount 当你去克服了 你会觉得 原来我也是可以做到的 好 那我们去下一个问题 会做多久 那我把这个做多久呢 就是归类成 会做多久 这个电视新闻记者 好 我就想说 我在这一家 现在目前的这一家电台 可以学到多少东西 我就尽量去学 能做多久呢 我觉得我应该会给自己一个期限吧 应该是三年 我现在还没有满两年 因为我觉得 其实你在每一家公司工作 都会有想要学的东西 还有你必须要学的东西 我觉得每一个 每一个公司 可以给你 就是除了薪水之外 就是学习的这个机会 所以我觉得在三年内呢 我要学好这个电视台 就是这一家 我目前工作的 这一家电视台的 写稿的方式 还有语音 再包括语音练习啊 包括做standupper啊 包括出去采访的技巧 然后当我 因为我不想要自己 在一个舒适圈里面 所以当我觉得 我可以掌握到这些技巧 把这些技巧掌握到很好 然后我觉得自己 已经到了那个饱和点 也就是说 这家公司 我已经该学的 我已经学完了 那么我就会 自己去从事别的行业 或者去其他的公司也好 就是想要尝试新的东西 然后去学习不一样的知识 薪水其实不少 赚多少钱 薪水高吗 其实我们都是在做工嘛 我们都不是在做慈善 所以我觉得薪水这一方面呢 是非常赤裸裸的 我只能跟大家讲说 如果你是从事理科的工作领域啊 或者你是finance accountant 然后engineer 我只能说的 就是电视记者的薪水 当然没有你们那么高 那其实呢 我要庆幸的就是 我毕业一毕业开始呢 我第一份工作 就是当这个电视记者 因为我在想 如果我一开始 不是当电视记者 或者是我一开始呢 我就从事那个幼教工作者 可能那时候的薪水 是有四五天 那其实呢 我是不能接受我的四五千的薪水 一个月四五千的薪水 就突然变成 一个月两千多的薪水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非常现实的东西 我只能跟大家讲呢 就是电视记者呢 其实足以他的薪水 他的月薪 注意让你养活你自己 可是不能养活一家人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很多电视新闻的行业啊 很多主播 都是女主播 因为我觉得除非你的家庭背景是 嗯 要不然的话 要坚持下去呢 需要很大的动力 还有财力 然后接下来就是 休息的时候被大众认得 会不会感到尴尬 或者心累 其实不会啦 因为我休息的时候 我从事这个电视记者 一年到两年的期间 其实被认出的次数 也没有多过五次 我觉得很多 因为像大家都明白嘛 其实大家现在的趋势都是 喜欢通过网络啊 获取新闻啊 或者看YouTube 嗯 其实我能坦白的说呢 其实电视新闻最高峰的 这个期限啊 这个时段 其实已经过了 因为现在大家都是 比较想要看的是网络新闻啊 看YouTube 所以其实如果 有观众就忠实的观众 看新闻的话 也是比较年长者 所以我被认出来的 也是年长者的观众 可是我觉得会很开心 因为他们会觉得 他们第一句就讲 哎我看年新闻哦 然后讲说 哎我看到你报告的新闻哦 然后我就觉得啊 我的努力是有被大家看到的 和其他的领域不同的事情 就是其实电视新闻呢 这一块呢 其实你进步 你退步 你表现好 你表现不好 大家都看在眼里 然后你有继续 你的呈现方式啊 你要做Standuple的方式啊 如果有进步的话 大家都看在眼里的 他不像其他的行业 嗯我有进步 就是我这个公司 我这个Department的人 知道吧 其实不是的哦 电视新闻 如果你有进步 你有讲错东西 你有退步 其实是可能观众 全国的观众 都会一起 有目共睹的 所以我觉得 在这个行业呢 是没有怀才不遇的啦 因为全部都会被剥出来 然后被放在新闻网页那边 所以我觉得也非常庆幸的 那当然呢 也有好几位朋友就有讲说 进步了很多越来越专业 然后喜欢看我的报道 之类这样的东西 我就觉得 嗯真的很开心 谢谢大家 这一路以来的鼓励啊支持 从我刚刚入行 也就是2018年 第一个Standuple出节的时候 就有很多家人 啊不是 就有很多朋友 然后家人 亲戚老师 同学学生 就一起蜂拥 留言过来鼓励我 我觉得是非常软心的一件事情 因为毕竟这些新闻也不容易 有时候我们要第一 就刚开完记者会 我们就要连线报道 我们就要掌握第一手消息 然后那时候我们是会担心的 我们担心 嗯 再传达这个资讯 这些资讯是对的还是错的 然后在紧张的时候 我们的口齿也没有像以前的 这么清晰 这么流利 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得到身边朋友的鼓励 那么坚持下去的动力 就会越来越大 因为毕竟这条路也不是这么好走 所以我非常非常非常感恩 就是我身边有一群 很好很好很好的朋友 然后他们都很正面 然后他们都会说 哎 我有看你的新闻哦 我家人也有听到你的声音哦 我会觉得有进步 然后这些鼓励呢 其实都会变成 就我继续下去的动力 所以我非常感谢那些人 OK好 下一个问题就是 我看你好 你看我好 你风光报道的背后谁知道 嗯 对 其实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 其实每一个行业都不容易 我不能说 电视记者很难 然后你们当工程师 当药剂师 就很容易 其实不是的 因为我觉得 每一个行业都有他们难处的地方 然后很多东西都是 自己知道很困难 然后自己想办法 自己去增进你自己的知识 去overcome 去克服这些困难 然后你才会成为今天的你 所以我就觉得 其实在每一个领域的人都非常的不容易 所以大家都要一起加油 然后那分享一下当记者的不容易吧 就是其实我们 我觉得让我最深刻印象 印象最深刻就是 我需要那时候是内政部部长 也就是单身领域有定文 也就是我们的第八任首相 他就针对那个董总的注册问题 发了一个记者会 那时候他是五点三十分才开始记者会 然后我的新闻呢 是在六点结束 所以那五点三十分开记者会 开到来也已经五点四十五分了 然后那时候制作人啊 然后制作助理就已经打电话给我 哎丽婷啊请问你可以连线吗 那时候我整个脑袋就是空空一片空白 我就这样说 OK好我要整理刚才慕尤丁所说的东西 然后那时候我有求助身边的同行 可是同行呢也没有信心跟我讲说 当时他们掌握的资料是什么 因为他们想要听回那个录音带 然后我现在我当时的这个处境呢 是已经没有时间再听回那个录音带啊 所以那时候我就非常的紧张 然后我就我就OK好 我知道什么我懂什么就讲出来 然后那时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第一次 然后第二次在最临时的时间 连线的就是敦马首相 那时候就是第七任首相 也是敦马哈丁的这个PC 也是在新闻结束的前一刻 就为观众查播这个连线报道 连线报道 所以我觉得那时候是最考验一个记者 然后很多人就讲说 小时不读书长大当记者 其实是不对的哦 我觉得当你你看首相 前任首相杜马哈丁 他是一个这么有知识的人 他讲出来的东西 他讲出来的话 也不是那么容易明白的 如果你让一个真的是没有读书的人 去当记者 他能明白这些他讲出来的这些 含义这些话吗 我觉得是不能的 所以我们不能否认每一个行业 他们背后付出的东西是什么 所以我就好像我刚才讲的 每一个行业都不容易 我觉得每一个人都在付出 每一个人都能在做更好的自己 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在各自的行业进步 然后在各自的行业发光发热 然后我也会继续努力 如果以后你有什么问题 或者你想要当我的同事 一起来到这个热锅里面 就欢迎你在影片的地方留言吧 然后我就会马上回复你 只要我不再是感新闻 我就会马上回复你哦 加油 希望你成为我的同行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